你知道吗?你身边的大部分人都在通过自己的手机做副业赚钱,而且收入非常可观。 如果你有空闲的时间,并且愿意尝试新的事物,我会告诉你如何在互联网上通过完成小的任务,每小时赚取150美元。 这个过程是完全免费的,你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或一台电脑,就可以开始赚钱了。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需要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来分享他们的宝贵意见。 为了保证调查问卷的准确性,许多公司提供了付费调查服务,而你也可以通过分享自己的意见来赚取一定的收益。 在游戏业越来越发达的今天,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新游戏上市,而游戏商需要有用户来试玩游戏,来测试游戏是否存在bug。 当然,这个过程也是付费的,你完全可以利用你的闲暇时间来测试游戏并获得一定的报酬。 除了做在线调查和玩游戏,在线观看视频也是可以赚钱的,因为很多视频中是有广告的,所以在你观看视频的同时还可以收到一定的广告费。 在简单地了解了这几种赚钱的方法后,可能有的同学会问,在哪里才可以接到这些任务呢? 由于地区的限制,很多在线工作发布类网站指向特定的国家提供付费调查服务,其中以美国、加拿大、英国为主。 考虑本频道的观众都是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10个不限国家和地区的在线工作发布类网站,无论你在哪个国家,都可以快速注册成功并开始领任务赚钱。 大家好,这里是小微的频道,我们为你提供最新的互联网赚钱资讯,无论你想通过业余时间赚取一笔额外收入,还是想通过互联网创业,实现财富自由,你都能在这里获取最新、最权、最详细的资讯。 在我们开始前,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欢迎为我点个大大的赞哦! Sweatbox Sweatbox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在线任务发布网站,在过去的几年里,Sweatbox已经向其用户发放了超过6亿美元的礼品卡和现金。 而这个网站提供的任务类型主要为玩游戏、做调查、看视频和购物返点。 当你完成了一个任务,就会获取一定的点数,而每100个点数可以兑换1美元,当你的点数积累到2500点, 就可以提现25美元到你的PayPal账户了。 注册也是非常简单的,进入Sweatbox的主页,输入你的邮件和密码就可以完成注册了。 当我们完成注册后,就可以进入到后台面板了。 进入面板后,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任务供你选择,而且每个任务都标注了点数。 当你完成了这个任务,就可以获取相应的点数了。 我们以其中一个任务为例,这个任务是是玩游戏并收集游戏里的7个英雄。 你只需下载这个游戏,并通过玩游戏收集到7个英雄即可获得1365个点数,价值13.65美元。 YSense YSense是一个面向全球的任务发布网站,这个网站主要提供产品试用、下载app、网站注册、观看视频等任务。 这个网站的最低提现金额为PayPal10美元、Payoneer52美元、Skrill5美元。 注册也是非常简单的,只需填写邮箱和密码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Taluna Taluna始于2000年。 Taluna和很多世界500强企业有合作关系,主要为这些公司提供付费调查服务。 Taluna同样提供点数奖励给完成调查的用户。 每当你完成一个调查,你就会收到一定数量的点数,每3000点价值1美元。 新用户注册成功后会收到500点数的奖励,当你完成一个付费调查后,你会收到5到3万点的奖励。 当你的点数积累到3万点,就可以提现10美元到PayPal账户了。 Price Rebel是一个老牌的付费调查网站,这个网站和许多大型企业有合作关系,而且在全世界拥有超过1000万的用户。 在这里,你可以通过填写在线调查,下载App,注册账号,观看视频等任务赚钱,和其他付费调查网站一样。 Price Rebel同样以点数的形式为用户发放奖励。 一般来讲,完成一个20分钟左右的调查可以获得80点左右的收入,每当你积累到500点,就可以通过PayPal提现5美元到你的个人账户了。 注册也是非常简单的,只需填写你的基本信息即可完成注册。 新手注册同样有点数奖励,而且你还可以通过你的Facebook账号直接登录。 Survey Junkie同样是一个有名的付费调查网站,每当完成一个调查任务,你会收到0.5到3美元不等的奖励。 除了做调查,你还可以通过完成其他的任务赚取更多报酬,根据很多用户的回馈, 你每小时最多可以赚到50至100美元。 当你的收入积累到5美元后,就可以提现到你的PayPal账户了。 Windale Research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Windale Research不但提供高质量的调查任务,价格从0.5到50美元不等。 而且Windale Research提供Product Review,也就是产品评测任务,完成每个任务的最高报酬可达75美元。 Opinion World也是一个付费调查网站,每个调查的金额为0.5到3美元不等。 最低提现金额为10美元,可以直接转到你的PayPal账户。 PayPal Research提供单价非常高的付费调查任务,每个调查的费用为3到5美元。 而产品测试的金额为6美元。 最低提现金额只需3美元。 PayViewpoint为用户提供的付费调查金额为0.25到1.5美元之间,虽然单价比较低,但是优点是,你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一个调查任务。 最低提现金额为15美元,提现方式为PayPal。 iSurvey Worldway,新用户提供了5美元的界面里,每个调查的费用在0.5到2美元之间,只要你的收入达到25美元,就可以提现到PayPal账户了。 总结一下今天的视频,如果你有空闲的时间,你完全可以通过注册多个在线任务发布类网站赚钱,比如完成一项付费调查,完整地观看几个视频,下载或注册APP,玩玩新上市的游戏, 或者做一下产品的评测等。 虽然大部分任务的金额都在1美元以下,只要你完成的任务多,就能每天最多进账几十到几百美元。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欢迎点赞并订阅本频道,再见!